但定格 真子弹不具于金刚狼正面PK 别的不敢说 功夫电影一直是咱的看家本事 不过夜问师傅和金刚狼哥哥的PK 你会投谁一票呢 美国大片《金刚狼2》 与真子弹指导的影片特殊身份 竟即将同时上映 同样都是动作片英雄 《金刚狼2》的主演修吉克曼 不仅有很高的知名度 还有闻名于世的视野线 不过视野一代武术宗师 夜问而成名的真子弹听闻 居然不甘示茹地表示 但是功夫老外肯定是打不过咱中国人的 吃码吃驴拉出来溜溜 那个罪友毕竟肯定是在打 我这个打得我应该没悬念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他应该就是 无论他怎么弄 他的视野线都打不过我们 闻三天综合报道